如果我当时那天没来看你 我可能就跳桥了 我的印象更深刻的是一些 就是比较恐怖的一些客人吧 什么一个恐怖的 就是他可能会有反社会人格障碍 是吗 对 然后他来了 他其实不是来做治疗的 他可能就是想要来 说一些很恐怖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我要杀人啊 或者是我要 就是 很难去描述 然后他可能会进来以后 他就要take control 然后他就要 比如说做到他想做的地方 然后 对你进行一些评价 然后对你人生进行一些攻击 然后 开始贬低你的职业 然后你就 问他为什么要来这边 然后他就会 有一些奇怪的一些答案 然后 那个时候我可能 也是刚开始在做 经验不是特别足 所以我那个时候不太 我记得有一个非常恐怖 最后我就是结束了这个 这个counseling 就告诉他这个人 就是我帮不到你 然后他当时还不接受 我觉得他是挺享受的 因为他可能来了以后 有人在听他说这些 我最后还报警了 因为就是如果他是对外界人 有威胁的话 你是需要需要 或者是 manitary report 就是需要 就是他有自杀倾向啊 或者他有杀人倾向啊 我们是需要报警的 就是这个是唯一 就是客人的隐私上面 我们是需要越过这个 ok 这个对 我给人突然发现这个也是一个 突然感觉是一个挺危险的一个职业 就是有时候 其实也就那么一两次 其实你见的人多了 你总会遇到一些 嗯 这个美的人 其实其实你做医生啊 其实做任何行业 你可能都会遇到这样 其实不只是这个行业 嗯 有有帮助的 我也有一个印象深刻的 这个可能 嗯 不一定是说 我的心理咨询的这个技能怎么帮到他 而是当时可能 嗯 他我觉得他们 他处于在一个非常 嗯 vulnerable的一个 一个状态 然后他的确这个时候 有想过要跳桥自杀 然后真的没有任何人在帮助他了 然后我的这个工作呢 咨询是一方面 就是给他做一些书稿是一方面 我觉得更大一方面是 他觉得我是真的想在帮助他 比如说他当时没有工房 嗯 然后也没有任何的政府补助 我都是其实在帮助他申请这些东西 然后后续的话 我觉得 嗯 他我能感觉到他是非常感激的 因为好像就是 我是他一个稻草 嗯 因为他是当时 他是 大概说一下情况 他是来 嗯 嗯 就是他是从中国 嫁到澳洲 嗯 嫁过来的 然后他不讲英文的 但他嫁给了一个老外 哇 那沟通很难 就是没办法沟通吗 我觉得很多人 他可能觉得就是 嫁过来以后会有好的生活 但是 嗯 不是这样的 就是他可能在中国 或者更舒服一点 然后他年纪也挺大的 还有孩子 就是成年的孩子 然后应该是好像去了一个农场 然后就是非常的isolated 就是没有任何人旁边 然后就是他一直一个人 然后最后还有一些就是性虐待法什么 他们逃出来了 然后来了 然后就来到悉尼 然后因为他不不懂英文 然后也没有任何的社交圈 也没有也没有家庭 然后他是想留在澳洲的 然后就完全没有人帮到他 然后他就就是没有房子住 然后时时刻刻有这种 有这种危机感 然后可能看了医生 然后就介绍过来 然后那个时候 我再回到医生的GP Center 在看 然后我就见了他 然后我当时也没有感觉到 就是我到底做了什么 但是可能他的确感觉到 就是有一个人 是真的愿意去找他 那可能因为他周围确实 就是对他提供任何帮助的都没有 对比之下的话 你能去帮他去申请政府的补助 能帮他去申请到房子住 他觉得已经对他来讲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方法 对 然后其实你说到这个工作性质吧 其实这些其实不是情景之学 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 就是这个行业 就是你其实是真的想帮到他的 不管我用任何的方式 比如他填表格呀 或者帮他做一些申请呀 就是因为我之前的工作 有接触到这些东西 我自己知道怎么去做 然后他能感觉到你是 就是不只是就是说 我是一个医生 或者是一个咨询师 我在这边就是给你讲些大道理 什么的 他真的能感觉到你是 真心的想帮助他 然后他得到这个帮助以后 他比如说以后呢 会越来越来越次 跑进场 就是觉得见到你 他就觉得很舒服 因为他有这样一个精神的一个支柱 所以就是说 我觉得还是挺有价值的 到后来呢 后来他现在 我就找到了自己 我一定的房子住了 这个是最重要的 就不会再漂流 因为之前他可能就是 借助别人的一间 他被赶出来 然后又住一间 又被赶出去 就是可能 因为可能没钱吧 然后语言上不好 然后接触到的人 就是 不 就是 不太 就是一般人嘛 就是不太会去帮他 他就是 然后后面他有 就固定的这种工房了 然后也有政府固定的这种 就是残疾人补助啊 什么这些 然后他就 非常安稳 就觉得 就是比较CPU的 然后 他做什么其他的事情 就不会总是觉得 就是生活不下去了啊 那他现在是慢慢的 后面的生活 就在这边进入正轨了 进入正轨了 对 这个是挺重要的 对 那这个其实还是 我感觉非常感人的一个故事 就是你看他从 我感觉就是一个生活的一个 就是从那种 恶魔的里面逃脱出来 然后最终找到自己的生活的正轨 然后把自己 就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员 对 我能想象到他那种无助 如果你真的是 英文啥都不会 然后进入到一个 这种环境里面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沟通 他这边的话 他要是如果是在更偏一点 在细腻可能会好一点 你最起码有一些华人店 你还能买 你要正在偏远的地方 你会用 你周围 你没办法沟通 你也不知道自己的生活 怎么去安排 对 然后你看到什么周围 你全都安排不了 又没有钱 对 因为他不懂英文嘛 所以他不知道流程 他不知道 就是虽然那些帮助是available的 但他不知道怎样去access 这些帮助 然后其实当时我最比较 那我也算惊讶吧 就是他最后说 可能如果我当时那天没来看 你会不会跳桥 对 所以 那你是拯救了一个生命 真的是 我突然觉得 这个就是 你这个工作太有价值了 你真的是可能把很多人 从生涯里面拉出来 对 我相信你 就是我上次采访一个律师 那个律师分享的一个故事 他是一个人在这边黑了25年 然后反正也是家庭 就是婚姻惯气 比较比较复杂 然后他就是黑了很多年 然后他没有绿卡 然后不能去看医生 但因为他是黑户嘛 然后找到那些律师 律师也不不帮他们 那个完成之后 然后那个故事非常火 然后下面很多人找那个律师 可能背后也有律师的经历 你会发现 其实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时候 可能是一个程度 但是你不知道每一个人 具体背后的他的一些困境 我觉得其实这种案例的话 这就是为什么 我觉得我自己采访的时候 对于我们 我其实不带稿子的 我其实我丁净简的就是 我大概一个大纲 但是每个职业我都会问你 你那是怎么从事这个的 然后有没有什么困难 但当我每次听到那个故事 然后我知道那个宝藏 那一个是非常可惜 你刚刚聊完我就 所以说OK 应该很多人听到这个故事 他就非常感动 希望很多人能够 对 其实这个就是我跟你讲 就是他很多时候 人是不知道自己 他需要帮助 或者说他不知道帮助在哪里 或者不知道自己 如果说这个故事 能帮很多人看到 那这个时候的话 很多人就知道 哦,原来这个 我还可以找到心理医生 就是他 就是他这种痛苦的走不出来 或者什么 就是他能通过这个 他知道我是应该怎么样 或者说他之前 有一些需要律师的帮助 有很多人在这边 特别是一些 就是 英语非常不好 他 他在这边的话 他在华人超市里面 他买个东西 吃什么问题 但是他真正到一些具体的事物上面 需要你跟这个社会 有更深的一步连接说 你需要去找帮助的时候 他不知道这种专业的人是在哪 对 而且他可能 你现在说到这个 我就想到很多人 他其实 他比较 比如说性格本身就比较内向 然后呢 他来这边 他就没有交到任何 就是好的朋友啊 或者是家庭 可能对他也是比较 在情感上比较冷淡 就是说 他可能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情绪 真的没有地方去 去 倾诉 或者是根本就没有人 你愿意去听他 到底是怎么想的 然后 做这个工作呢 才让我感觉到 就是你虽然感觉到 你没有做很多 你自己并没有 就是你只是在做你的工作 但是 对于你面前的这个人来说 他得到的这个帮助是 对他个人来讲 个人来讲是 就是priceless 他真的是 非常有价值 然后他可能 你从他的反馈来讲 就是说 我真的希望我呢 我就早点找到你 就是说 一个人真的可以 真的去领听他 然后能理解他 经历了一切 然后他是就是说 可能第一次得到这种 理解 不认可 小学五年级和父母 一起移民过来的 然后那个时候 是很早 93年 然后 我是 刚来的时候是去西澳 然后澳洲就是 很少的亚洲人 像上学就是我是唯一的一个亚洲人 最接触的都是一些 比如说本地人啊 那个时候是我 我父亲是在读 在那个校大学的博士 对 然后我 他大概读了有四年吧 然后他刚才 换来说是访问学者 那个时候 OK 然后后面他考上奖学金 然后就留在这边了 然后我跟我妈就过来 都是陪读 然后后面我们就拿到这边的这个 这个票 然后我们搬了很多区 那个时候 因为生活条件不是很好 对 所以经常会租房子 就是一直在换学校 也挺难的 大概算了五所 就是五个中学 是吧 那中学才几年 中学才有五年吧 中学才五年 你应该一年换一个学生 基本上 基本上 对 并就那时候肯定会感觉到有挑战 但是并没有就是影响大部分 会产生一些 就是一些严格性的问题 对 所以可能也是我对心理学 比较感兴趣吧 就是那时候我们会 就是会思考 他会想一些人的一些行为 就是自己可能会自我反思 就是会想自己进行活动 那时候就有点兴趣 是吧 像是从中学的时候 对 你就会去观察这个人 然后去考虑考虑 对对对 然后那个时候你并不觉得 你可能觉得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但其实没有很多人可能会去私房工作 对 可能就会比较对人的这种行为 然后自己为什么会这种感觉 然后我为什么是这么想的 就会问这些问题 对 那我觉得你现在是 你后来充分了 你自己的天赋 因为从小就喜欢去思考这些东西 然后长大了 然后从事职业里面 相对是相关的 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职业非常适合我 而且这种就是动力是来自于内心的 不是说你外界在给你这个压力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是真的是非常重要 那你觉得这个里面的话 就是华人就是你接触的这种群体来咨询的 和他们当地人有什么区别吗 是有区别的 当地人他们一般来的时候 已经看过很多赛考的词词 他们从小就是十四五岁就解除 学校的psychologist 我们会带他们去看psychologist 因为青春期很多人都有问题 所以看过心理医生的人 我觉得属于大部分 是吧 就是在这边其实是大部分人都找到心理医生 是 我是因为因为他有 对大部分人 他因为我觉得就是 你有没有就是你知道在美国 或者是好像在巴西 他们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deltus 是吗 对 就是就是就跟GP一样 这种家庭医生一样 对就是我心理健康是我生活里面的一部分 我有烦恼是很正常的 没有人没有烦恼 但是总有一个就是比较客观的 然后不属于在我生活圈里面的人 我可以就是去帮助我心理建设 其实是我觉得就是可能带来很大价值 因为现在就是生活 大家物质上什么的都可以满足对吧 那带 带上一层就是心理方面的一些 一些满足 所以在中国人呢 我觉得就是还是有一点比较爱的 就是可能他们 至少在我 我看的时候吧 我会觉得他们可能心理问题会严重一点 他们可能到了就非常不舒服的时候 或者是已经产生严重的这种后果 比如说 我已经离开了呀 或者是他已经就是到想到自杀呀 或者是就是心里面已经非常不舒服 然后就不能去工作了 然后就是经常会有苦慌症啊 他们可能会找找心理生去去看一下 然后可能对这种心理咨询的过程 他们也是不太熟悉 就是说像我一般在session里面会做一些 就你先先对他是一个了解吧 等你了解之后 你可能会给他一个质量方案 就是比如说会做一些CBT 或者是做一些就是还有ACT 现在比较流行的这种叫 接受一承诺这种疗法 那像中国的这个population里面 我觉得他愿意去接受这种 开始进入这种治疗的 会比西方人会少 就是西方人他可能会 你给我一些方案我想解决 然后中国人就是不来吐槽 就是我有问题我要说 就是他们西方人可能会ready一点 就是他因为他们已经对自己的问题 就是因为看过心理医生很了解 他知道他来这边要干什么 就是说我已经就是我看了三四个了 或者是我最近又又有这个交易症又来了 我再需要一些好的一些方案 然后可能中国人他们就是会有更多的故事吧 就是说他可能有很多需要讲的 然后就是很难达到那个stage 就是可能需要时间更长一点 他们对这种心理治疗的这个方案的这个概念 会比较认识度会比较低一点 就是有时候他会觉得挺奇怪的 这样看我就是 我不知道就是怎么去说 就是可能会就是需要更长的时间 需要去达到这个程度 需要这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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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